彭斯,北京对朝有独特角色川习会将讨论朝核问题,美中两国即将在G20峰会举行的元首会晤贸易问题,被指示会谈的重中之重此外,朝核问题也将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透露川普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和习近平提起对朝鲜制裁的事宜,并讨论北京能在执行对朝制裁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广告,正在新加坡参加东盟峰会的彭斯。 于11月15日,透露川普总统很可能将在这个月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起,有关对朝鲜执行制裁的是一句纽约时报,报导彭斯说川普总统非常感谢北京在当前朝鲜问题上的作为,他将在和习近平会面时讨论北京能在执行制裁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 众所周知朝鲜一直是靠着北京的暗中输血,才能维持北京的态度和做法,对制裁朝鲜的效果有很大关系。 此前北京罕见地支持美国制裁朝鲜,并一度使中朝关系跌入冰点。 然而由于中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北京并不乐见朝鲜向美国靠拢,而是想把朝鲜作为与美国抗衡的筹码。 因此,在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会面后,北京急于拉拢朝鲜。 金正恩频频访华中朝关系快速升温与此同时,朝鲜对美国上演了变脸戏码。 川普曾直言金正恩与习近平见了几次面后台,度就变了他说,北京给了朝鲜一些糖球最近,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份年度报告指出,北京已放松对朝鲜的制裁。 北京总是为朝鲜维系关键命脉在执法方面存有漏洞。 报告提到朝鲜工人已经恢复。 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就业和经济活动,旅游业也在边境城镇发展起来,双向航班已恢复。 两国也进行高调的官方交流,以讨论经济发展。 该委员会希望美国财政部能将与朝鲜有商业往来的中国企业、团体和个人列为美国对朝制裁的目标。 在此之前川普曾希望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给予支持,甚至提出美国将为此在贸易问题上,给予北京优惠政策。 然而北京错过了这次机会。 川普也转变了策略7月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随着战火快速升温,北京被打的无招架之力经济和政权军受到猛烈冲击以次顾不暇,就在北京罕见承认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之后11月1日川普和习近平出乎意外的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通话。 川普在随后的推文中,称,他们的谈话非常好。 双方讨论了很多话题贸易问题,是重点此外。 有关朝鲜问题,也有一个良好的讨论。 川普趁这些讨论,向着阿甘廷会晤的方向进展良好。 在这之后,北京对朝鲜的态度,似乎又发生了变化。 11月14日韩国中央日报报导称,沈阳当地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说北京当局近期向与朝鲜有经济交易的中国企业下令禁止给朝鲜送钱,因此现在中朝边境地区的交流比7、8月份少了很多。